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夫人聪慧啊 响出了声东击西的妙招 用马车引开了杀手 村民们安然无恙便好 不过他们的目标是我们 这一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回京才行 竟然没想到 云青贤真的是史大人的私生子 他对史家痛下杀手 看来心智早已扭曲 都怪我没有早点发现他的真面目 要是早些将他绳之以法 那也不至于会连累这么多无辜的人 人心叵测 你又何尝能知晓 不过好在呢 这次有重大发现 只待咱们回京城之后 借穿他的真面目 就能将他绳之以法 对了 二爷 李大哥不是去打水了吗 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啊 是啊 最近发生的事太多 一神一鬼 你 爷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路程有点远 费了些时间 你先喝 水里有毒 走 走 上 走 走 上 谷剑伟在除 谁敢当事 快撤 好 二爷 您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小柳 没事 龙大人迟迟没有收到消息 担心你们的安危 就派我们前来接应 没想到 我们还是来晚了 不玩 刚刚好 李大哥